音樂 其實我本身很喜歡台灣 我會在香港到處吃不同的東西 都吃過很多台灣餐廳 發現香港很少有一個鐵路便當 或者古早便當的這一類型的餐廳 我每一次去到台灣的時候 都要吃一次 甚至很想念這個便當 之後我就有個想法 在香港不如開一間便當店 又豐富而且又好吃 亦都想把我自己喜歡的食物 從台灣帶來香港 我們豬扒 其實是每天早上才離貨 下午就開始人手去打 令到它的肉鬆化 我們就沒有用這個鬆肉粉 因為我們就不想令它的肉汁流失 所以就手打 辛苦是辛苦的 但是做出來的效果 我們覺得是比較好 所以就堅持著用這個方法去做 有時候朋友可能會來我們這裡吃東西的時候 可能人生長水遠來的 如果我們的食物 即是給不到他們 符合他們的想像的話 我會覺得很對不起他們 所以我就會 希望我們做這間店 是提供一些有質素的台灣的食物給大家 我們都會想食客來到我們店 去吃東西的品質 質素 是對得起他們的 即是給這個價錢 Comfort yang 那 下午